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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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科目三考试不但没过 竟然还出现了让老吕始料未及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连续出现了诡异的情况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呀 大白天撞鬼了 44岁的老吕家住于北 从部队退伍后 他干起了厨师的工作 论做菜做饭 他可是一把好手 但论开车水平 那可是差到了家 科目三路考 连续考 连续考了三次没通过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自己的水平还是可以 就是啊 心态不行 老吕说了 自己当过十几年的兵 什么大风大了 就是害怕考试 这一辈子但凡是考试 铁定都会成为他人生中的拦路虎 这也让他苦恼不已 这一次学车同样如此 本来心理素质就不好 偏偏又遇到一个极其严厉的教练 这一刻把老吕闷得够呛 教练就是遇到你那里边出的不对的 都是生意很大 很那些的 很气的那种厚力 不过这老吕也是明白势力之人 教练脾气大一点 态度凶一点 也是严实出高途 总比培养马路杀手强吧 不过眼看考了三次科目三都没过 这让老吕着急了 按照规定 五次没过就拿不到驾照了 他决定多练练车 争取顺利通过 绝对通过 他都联系到那个蜻蜓人 那个蜻蜓人当时也是一个 有一个教练车 然后都联系上学后 然后都通过那个蜻蜓人进行模拟考试 练啊练啊终于等到考试的那一天了 老吕信心十足的上了车 点火挂挡松手刹 车辆平平稳稳起步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利 然而好景不长 接下来的事 大大出乎了老吕的意料 考试车走着走着 突然从右前方窜出一辆SUV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辆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哨 这让跟在后面的老吕措手不及 他一脚刹车重重地踩了下去 考试失败 您的扣单项目是 为按指令 请稳加铁档 成绩不合格 请不要下车 准备不考 根据客户三考试规定 规定 规定 考生在录考试是严禁猛踩刹车的 这将考掉100分 也就意味着失败 而每个考生有两次考试机会 眼看第一次失败 原本心理素质就不好的老吕 紧张万分 助教让其考边调整一下 开始第二次考试 在经过短暂的调整过后 老吕开着考试车又上路了 很快 考试车来到一个长下破路段 按照规定 这里要执行加减档操作 老吕们就接二连三地遇到路上的车 无缘无故地别他挤他 还故意地踩急沙 导致他路考失败呢 老吕实在气不过 也想不通 也就是在这时 助教的一句不经意的话 引起了好的注意 他说了前面那个车跟你有丑嘛 然后说耶稣他说 这才是不错的 他们都觉得很期待 因为没有障碍过的情况下 你可以的 这就是一种局形 就是影响我考生 就是影响我考生 老吕说了 我一个拿大勺的厨子 平时与人既不接仇也不接怨 怎么能摊上这个倒霉事呢 老吕啊 左思右想 努力回忆是不是得罪了谁 您还别说 还真就把怀疑的目标 锁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给他做陪练的教练 秦某 咱们都说 这一日为师 终身文 怎么会成为徒弟眼中的 怀疑的目标呢 或许啊 这其中的原因 还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呢 陪练承诺 交钱便可手眼通天 交一千六块钱 意思是说 他可以转动 究竟是暗箱操作 还是谎言欺骗 哪个图台有帮到你们了 帮到你们啊 什么都帮到你们了 考试接连遭遇作案 他又说了 前面那个车给你有仇吗 然后说也说 他说 这车是不是故意的 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前面没有障碍 为了情况下 你可以正常训练 他说你别突然别打 要刹车 这就是一种局形 就是影响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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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二人为何法 莫称仇 如果你相信我 我都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们可以不识风修 所以你哪个都可以 我都无所谓的 谁知道吗 拍演说法 撞鬼的路考 离奇故事 为您讲述 老吕在经历了第四次路考 诡异失败过后 第一时间给自己的教练秦某 打去了电话 质问对方 是不是在考试过程中 搞了手脚 或者喊人开车库以来别他 导致其失败 电话中 秦某坚决予以了否认 对 对 我说我给你展示 他要到我做的 我说我没有做这种事情 我做的时候做的 我亲家去哪个地方 我跟你说 算了我不想我 那些事 你是不是你心的心情 如果你相信我 都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不可以不识风修 随便你哪个都可以 我都无所谓的 知道不 我反正给你抱着真正的态度 给你说话 一个是学员 一个是教练 这做徒弟的人 怎么还怀疑起师傅来了呢 原来这其中 还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在老吕第三次考试失败过后 他惊人介绍认识了秦某 期间秦某表示 只要老吕交纳一笔费用 他可以帮助其在考试中 轻松过关 只要给钱就包软过 顺利拿到假照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老吕半信半疑 对此他还特意问了一下 身边学车的一个女学员 居然得到了证实 老吕和秦教练达成了 交纳1600元包软过的约定 可是 要到考试的前女学员 实际情况似乎不像教练说的那样 他觉得自己 完全有能力靠真本是硬过 于是便不再和对方联系 说好的第二天 交钱链车也没有去 还把电话关了机 就去考试去了 结果下来就出现了 被人故意别停 导致考试失败的事情 之后 老吕向科姆三西棚考场进行了反应 当时我们就引起了很高的一个重视 取监控 然后查看视频 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查证 认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属实的 然后就通知派出 相关人员过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了解 警方在反复查看监控录像过后 发现确实有人多次上演 用车故意别停考试车的行为 中式的现代车 也是查到前面去口 踩着刹车 然后到后面那个考试车也反应不过来 然后那个考试车学来 一踩刹车过后都停来了 停来了 也是考试都来的 都没过了 考试失败 然后那个主要都和他停在边上 重新考试 第二次考试 老吕重新上路 他专心一意地开着车 可他没有想到 前方一辆白色SUV早就停在了路边 正等着他过来 招准机会下手 好 当驴数的这个考试车 在这儿转弯的时候 让这个白色的这个 列宝越野车 它开动了 好 它开动过后 它都查出来 他想把这个驴数的这个考试车 跌停在这个边上上 因为按照那个考试的规定 一天在边上上的停车 都属于这个考试的失败了 好 但是因为那个当时那个 说这个驴数的超车的档 他在这儿驴数的 没有做 踩下车过后 都停在那个帮帮车上 这个时候继续一个往前走 眼前的路段 是一个长下坡 这里将进行加减档操作 老吕开始按照驻考员的指令 加速换档 可就在这时候 白色越野车 突然加大油门 从左侧超车 然后突然一把方向猛然变道 接着又是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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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准备加档 准备加档的时候 就别了 别了一下 都死了 车停在那儿了 那么这些车辆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 别停考试车呢 他们又是谁呢 警方调去了其中 白色越野车的车辆信息 果然有了发现 那些车主都叫田远勇 然后我们都和那个人去来联系 然后他到我们派出来 配合调查 那个田远勇到派出来 帮亲母和周母 开自己白色列包去越野车 在这个行政控场考上 对这个女士轮的考试车辆 进行别提的那么一个行为 很快 秦某和周某陆续导案 原来这个干扰考试的违法行为 真是秦某带头干的 那么作为一个教练 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不光彩之事呢 秦某交代 他纯粹是为了报复老吕 不交1600元软过费 和第二天的赔练费用 于是邀约同伙出一口恶气 秦某都想到一个钱都收不起来了 心中比较老虎 都邀约了天某和周某 而且干扰影响他考试 最后导致学人还没考过 经过调查 秦某和周某两人合买了一辆教练车 然后挂靠在一家家乡名下 两人还聘请了田某作为陪练 以每小时40元的提成支付给田某 让期待学员进行黑模拟考试 直至案发 在这儿啊 首先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黑模拟 凡是拿过驾照的朋友都知道 正规的科姆三考试都有指定的考试用车 周边呢 有交警部门划定的指定的考试的路段 科姆三考试的时候 学员只能是开着考试车辆 在固定的考试路线上进行考试 很多黑中介发现了商机了 他会用非正规的考试车 搭载着学员来到这些路段进行模拟考试 说白了 就是提前熟悉路况 争取考试的时候 有更大的把握 当然了 这种模拟考试啊 这种模拟练车是要收费的 一般呢 200块钱一小时 那么在本案当中 黑模拟教练承诺的 缴纳1600块钱就可以软过 究竟是夸大其词 虚假宣传 还是暗地里真实的存在呢 对于黑模拟考试的行为 对于黑模拟考试的行为 凭何处罚的呢 对此我们的记者展开了 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 家长会上缺席的母亲 这个女人身在何处 小孩打电话给她 她没来 电话也不接 蹊跷的朋友圈 打工途中竟然遭遇 传销陷阱 她真的是传销的话 被控制住了 家里的早上电话 电话就没人接了 关机了 你手机没有机理 最起码你的充电啊 昏暗的小巷子里 诡异黑 为何负重前行 原来海啊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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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罕至的荒娇一般 死去的他 为何还能发出短信 有一个拖动的神细 海岸说法 离奇故事 为您讲述 发朋友圈的死者 交钱软过 是暗箱操作 还是虚假欺骗 你觉得软过可不可能吗 可能 因为现在人家 人家 都算对国人安全来说 最重要 最重要是国人 考考好 侮辱漫马 言语狠狠 骚扰女学员 黑模拟 气焰嚣张 运管交通 警方突破门联动 如何对黑模拟 重拳出击 目前 已经对 直接驾车 干扰考试所 远法终结天谋 以其他方式 危害公众安全 予以行政局 就全是区劳 拍案说法 撞鬼的路考 离奇故事 为您讲述 对于黑模拟教练承诺的 只要交纳1600元 即可软过的问题 拍案记者 专程来到科姆三西棚考场 进行调查采访 记者发现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 都有驻厂民警 进行巡场和监考 考试车内部和外部 都有语音系统和摄像头 和监控中心实施传输 想要作弊 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监控事实施很到位 我们考上对每台车辆 每个考生进行 确实成进行接控 同时对助考人员 也确实成进行接控 考试成绩是实时上传 所以不存在数位软骨问题 会助考人员帮考生 帮忙考生 有这种现象出现 由于我们有国际考生 少量的考生 心态数字比较差 特别是年龄 偏大的同志来考生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社会上的步伐 黑木里就掌握考生的心态 就以可以软骨 是吧 这样一个方式 啃害我们的考生 那么嫌疑人所说的 他们提供一些 掌握的帮助 这样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科姆三的管理人员 告诉记者 这样的情况 还真会偶然出现 就比如说 本案当中的周某 他之前就是考场的助考员 后来因为违规违纪被开除 之后他便利用自己 熟悉考试流程 和道路情况等优势 在路边对考生进行暗中指导 比方说 如果说是一个靠边停车 他如果说在外面看着 比如说考车离边线 比较远的距离 他可能会招个手 示意这个学员 再靠一点 原来的一些开除出去的 一些安全员 他们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的路段 对于社会公共路段 他就能清楚 这些项目点的一些位置 黑模拟的出现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教学和考试秩序 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 更是影响交通安全 并牵涉出很多违法现象 甚至出现了威胁恐吓学员 以及性骚扰女学员的情况 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且比如说在说车的过程中 他都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都来故意捧到你身体 捧你手的一些 骗取学员 他说这是我们考场里面出来的车 也是一样的 什么不管是设备 还有什么语音之类的 他说一致的 他说你跑这个跟里面 里面要贵一些 我们外面要便宜一些 这样给学员进行一个解释 就在记者进行调查采访期间 发现了很多非考场的车 在考试路段进行模拟考试 当记者随同考场民警 进行拦截时 无一例外的 这些车都是选择了加速离开 过来呀 顶着 好了 这个来 这个来 在那儿顶啊 喂 3月27号上午 住城区 模拟整治动员部署会 在 会上 交巡警 请勿支队 对3月份 西鹏考场发生的 恶意干扰学员 录考的案情 进行了通报 目前 已经对 直接驾车干扰考试 选择20 违法终结填抹 以其他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 予以行政局的三 车管所所长王雪峰表示 这几年来 对于打击黑模拟违法行为 警方联合 运管 交通执法 交巡警 以及辖区派出所 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但是从整体效果来看 情况都不容乐观 我们目前的情况 已经形成了质疑化 破坏了 那么我们前段时间 也收到了很多人大代表 给我们提的一些建议 包括政协委员 我们提的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连政 军工连政 监督员 都通过国中渠道 给我们翻译 靠场的持续 很软的问题 让自己回来 那么前段时间 公安部的安放住 也安放到了 我们其中一个靠场 我们都感觉到 确实对这项工作 到了 非大非政治不够的事 警方明确表示 按照重庆市公安局 教寻警总队统一部署 将在主城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科目三考试路段 违法教学教练 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期间 对学习驾驶人 驾驶非教练车的 学员 为按照指定路线 学习驾驶的教练车 在禁止教学路段 展开教学的违法行为 进行重点查处 最后警方 也再次告诫广大学员 考场内 不认识的行为 一切最重要 能靠真本灵说话 所有的一举一动 都在接控之下 谁也帮不了你 只能靠自己 教学那种 都属于是 对你一种其大行为 都是你缺靠自己的真本事 教学那种 都属于是 对你一种其大行为 都是你缺靠自己的真本事 黑模拟中介和教练 经常会使用一个 很具有欺骗性的招数 什么呢 就是说呀 考过了再给钱 没考过 不收你钱 乍一听还不错 其实啊 就是骗术的重点所在 说白了 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很多学员考过了 还以为是 黑模拟从中啊 打了招呼 帮助他们行了方便 其实啊 完全错了 这些学员呢 压根就是凭自己的 真本事考过的 跟黑模拟人员 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在违法人员口中 那可全是他们的功劳 而要是没考过呢 学员肯定不会掏钱的 是吧 黑中介也不会有 任何的损失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从概率上来算 十个学员中 有一个上当 掏了这一千六 所以说 奉劝这些 即将学车 和正在学车的朋友们 不要相信 乱七八糟的什么 软过 靠自己的 真才实料 啊 这才是真理 毕竟学好了技术 开着车走在路上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都是最大的保障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吴婷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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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